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在我的頻道,其實我都很少做魚 雞腿來說是很少很少 那做魚吧,今天做魚 但做雪藏魚,不是做新鮮魚 今天分享一個原創的菜式 這是橄欖菜,檸檬精 巴砂魚柳 我們先看看原材料 我們有些巴砂魚柳 簡單來說,海外的朋友很容易買到 基本上什麼魚柳都可以 然後我們有一點水瓜柳,30克 你有放就算了,這個不是一定要的 但我很喜歡放的 有些橄欖菜,潮州的橄欖菜 檸檬 有些紅椒,我用來搭飾 那蔥呢,肯定是最後一定要放的 紅黃綠顏色都齊了 基本上 這個菜很方便,不用加鹽 因為橄欖菜已經有味道 夠鹹的 接著我們先攪一攪一塊魚 這塊巴砂魚柳 在雪櫃解凍也好 或者找水,不停沖洗也好 因為是急凍食物 然後呢,我們把鎖乾它 接著呢,我們先切一切 旁邊的位置先 旁邊有些裙邊位 旁邊的,很薄的,用手指拉出來 這樣就可以切得到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不切細了 今次我們切大塊一點 我也是可以斜刀切的 斜刀切看下去,面積會大一點 直刀也OK的 沒那麼大看而已 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接著我們切檸檬 兩邊先切去 然後我們先起皮出來 那些皮是不要的 那麽我們利用呢 那麽我們利用呢 刀尖的位置 我們這樣切皮 切出來 那麽其實切橙啊 切金啊 都是這樣 其實Kiwi都是這樣切的 這個方法很好 慢慢來呢,檸檬切得有點細 那麽 檸檬在魚的作用呢 除了一匹腥之外呢 有些酸味 橄欖菜呢 是鹹的 那麽呢 而水瓜柳 也是酸的 那麽水瓜柳 你們如果沒有就可以不下 海外的朋友 會比較容易買 香港的朋友呢 就可能 麻煩點了 買一樣東西 要去City Super 那些地方 接著呢 我們切了檸檬肉出來 留心我怎樣去切它出來 那麽 在衣和衣中間 我們切了出來 切兩刀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 接著我們切粒 那麽那些核呢 沒有要的 做法呢 其實我以前呢 是用來賣的 我用來 將這些蠻醋 起了樓 然後呢 蒸了 接著呢 就跟著 橄欖菜檸檬汁 那麽是用牛油底的 那麽 今次我們蒸魚 我就不用牛油了 對 大家用來做飯 那麽 接著我們把紅椒 又是這樣 我們切細粒 記著在肉那邊 落到 否則很容易出水 一出了水 就不放得了 很快就會變壞 麻煩等一下 如果有講過的話 可以的話 幫忙看三十秒 如果不喜歡看的 就去廚房 呼吸一下 洗手間 幫狗掃一下背 三十秒 很快就過了 麻煩麻煩 接著我們把蔥呢 切成蔥 最後那時候下的 今天這個魚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油 除了最後淋了少許油之外 所以 是不用怕 不肥你的 原來你可以玩 可以用牛油的 香很多 不怕肥子 好 我現在醃魚 很簡單 醃魚 沒有什麼特別 少許胡椒粉 一百 然後直接把橄欖菜 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80克 當然是禮排 先攪拌均勻 最後我們等下 要放一點點蛋白 令它蒸完出來 更加滑 這個時候我們把檸檬粒 剛剛還沒切到檸檬粒 還有水瓜柳 都放進去 混合 檸檬粒 留一點點 最後用 不要全部放進去 放進去 這麼多東西 放進去 多腥的魚 都不會再腥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放半隻蛋白 不需要多 半隻蛋白 就夠了 剩下一點 留下來做早餐 這個菜是絕對Fusion 基本上 利用法國佬 敏彈的方法 即是檸檬 水瓜柳 然後 我們 加了一些中餐的橄欖菜 這樣 蒸 蒸熟 但是味道一流 接著 我們找個東西 你找個碟 也不需要我 我只是裝飾 我喜歡用蒸籠 你在家用普通的蒸鍋 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蒸熟 十分鐘 什麼都夠 很簡單 蒸熟 十分鐘 很輕鬆 我們嘗試 蒸熟 熟不熟 很簡單 把筷子放進去 看看能不能放進去 很輕鬆 能放進去 就熟了 捏一捏就知道了 對 我們就煮了蔥 在這個時候 放進去 看起來比較漂亮 又有檸檬 黃色 蔥 綠色 還有我們少 紅甜椒 放進去 顏色都齊了 看起來更漂亮 家製作飯 家製作菜 有時更漂亮 心情也更好 如果可以 不是一定要的 少少檸檬的皮 然後我們把滾油淋 少許就夠了 然後就可以吃了 不需要放什麼 什麼豉油 那些什麼 因為橄欖菜已經很夠味 麻煩未訂閱的 就訂閱吧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說 給個讚我 如果覺得我這片段 OK 不沉 介紹給朋友 這個方法 除了用在魚柳上面 其他蒸魚也可以 例如鱸魚 也可以 雪藏魚柳 魚柳 雪藏魚柳 那 那 方面 其實 我頻道上面 很多海外的朋友 他們買魚 不是那麼容易 那 我就利用這個雪藏魚 來做示範 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就差不多了 拜拜 給大家看 蘑菇 你 吃 操生